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lobe国际环保展聚焦中国 洛杉矶线启动最大的太阳能发电计划 欢迎您收看今天3月27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的头条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来自加州的消息 日前加州华裔参议员余印良被控串谋通运军火 非法进口武器和六项串谋受贿罪 与旧金山中国城前帮派首领周国祥等总共26人 共同面临联邦的检控 事件在曝光之后震惊了政台以及社区 余印良今天宣布会退出州务卿的选举 联邦当局起诉的26名被告中 首度出庭的有20人 包括余印良绰号瞎载的周国祥以及多名华裔 余印良出庭时佩戴手铐脚料神色凝重 法官批准他以50万元保释外出 但不准离开加州和持有枪械 余印良已经交出护照 起诉书中指出联邦卧底探员 透过一名政治顾问联络余印良 而他收取卧底5000元支票 作为和军火商的见面费 最终联邦当局掌握相关证据 余印良被控罪名如果全部成立 最高可被判刑超过120年 其代表律师就没有就未来如何辩护作答 针对余印良被捕遭起诉 加州参议会执行长史坦伯格就表示 他对事件感到恶心与震惊 坚决要求于辞去州参议员职位 而周国祥就面临五项洗黑钱罪 两项串谋收受和运送跨州失窃物品罪 以及偷运香烟罪 冯航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余印良是加州华裔社区知名度最高的政治人物之一 他被联邦监控 而且被指控和有帮派背景的周国祥有关联 那么这个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现在就让我们来连线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刘海平 来了解一下 海平您好 看起来这起案件非常的复杂 请你给我们再具体的谈一谈案情 和这其中错综复杂的关联好不好 是的气节 案件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联邦检察官的诉状就长达137页 而联调机构其实已经调查了多年 卧底探员透过鸿门志工堂会长周国祥 以及另一被告和盛堂的顾问Kiss Jackson 成功渗入和盛堂 揭发了多宗敲诈勒索的事件 Kiss Jackson和他的儿子连同另一被告 还与卧底探员完成了武器交易 而三名被告在卧底的要求下 介绍了第四名被告 表示愿意替卧底杀人以换取酬劳 他们还出售失窃的信卡 并向卧底购买可卡因 而起诉书中就指 Kiss Jackson与余音良的关系密切 一直位于筹集竞选经费 而2011年 两人被指向一名假扮商人的联调员卧底 要求向参选旧金山市长的余音良 将捐款5000元 而金额超出了选举法规定的500元 个人捐款上限 而余音良在年底市长选举败北后 欠下了至少7万元的竞选费 其诉书中指 余音良致电加州公共卫生局的经理 表示支持卫生局正在评估的一份合约 而提出这份合约的人士 正是与另一名卧底探员相熟的客户 余音良被指向卧底探员 索取1万元的竞选捐款 以换取他支持客户 获取公共卫生局的合约 可以说如今余音良的政治前途全毁 案件将在下周一继续开庭审理 我们也将持续为您跟踪报道 嗯 细节 好的 谢谢海平 关于余音良案件的后续消息 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 为您持续的更进 好 另外来看来自加拿大方面的消息 两年一度的Globe 2014国际环保展 3月26号到28号 在加拿大温哥华会展中心举行 一共吸引了全球近万名代表与会 今年更首度加入了聚焦中国 我们共享的未来主题演讨会 2014环保展 今年已经举办到第12届 邀请来自18个国家 近万名环保专家 相关产业代表 共同探讨全球永续经营 今年的论坛包括了八大议题 更首次将中国面临的环保问题 设为主题之一 聚焦中国我们共享的未来 中国是一个巨大市 它将会为技术的市场 有很多国家 在听听什么技术需要 在听听什么 中国是有什么挑战 在这种挑战 希望这些公司 在Globe 能帮助这些 三百多个摊位当中 独具特色的中国厅 集合了十多家中国企业联合参展 中国车种展会 我们也可以掌握到相关领域 相关产品 这些方面的话 所取得的新的进展 特别是中国的话 目前我们在发展的阶段 环保环境保护这个任务很重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新的信息 新的产品介绍给我们国内的企业 加拿大先进的环保建筑抗震设计 工业垃圾污水处理 废物管理和回收等科技 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问询 展览以环保技术 科学和商务交流为主题 目前已经成为北美地区 专业规模最大的 环保产业展览会之一 凤凰卫视 祖克勤 吴景 温哥华报导 好 第一节新闻结束之前 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在拉美和加拿大大有哪些 主要的消息 小金小终于誠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欢迎你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收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具体内容 波士顿市后湾区的住宅区昨天发生了火灾 两名消防人员不幸殉职 18名急救人员被送往医院治疗 但是居民无人伤亡 据报道 波士顿消防局在其官方推特上表示 后湾区的灯塔街移动四层建筑的地下室首先开始着火 然后大火开始向上蔓延 迅速升为九级火警 波士顿消防员工会会长帕雷斯 昨天晚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在救火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回燃现象 据悉 死亡的两名消防员中 沃尔什中尉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另一人是美国海军的退役军人肯尼迪 官方表示他们都是第一批赶去救援的消防员 近日研究发现 坚持地中海饮食会帮助减低患糖尿病的风险 特别是针对有患心脏病风险的糖尿病人群 地中海饮食中含有丰富的鱼类 坚果 蔬菜和水果 研究人员审阅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15万人群的调查资料 结果发现 长期坚持地中海饮食的人患有糖尿病的风险 比其他饮食习惯的人低21% 而对于有患心脏病风险的人群 他们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27% 研究人员称 该项结果将会有助于 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健康服务和进一步的研究计划 纽约市议会将制定法案 未来杂货店不再免费提供塑胶袋或者是纸袋 消费者需要的话都要付费一个十美分 这项法案不是要增税 目的是鼓励消费者自行携带购物袋 并且能够让店家获利 纽约市居民一年用掉十亿个塑胶袋 每年需用1000万美元将这些垃圾送往堆植场 洛杉矶 西雅图 华府及其他城市都已经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预料纽约市议会将在数周内表决 去年也有类似的提案 但都闯关失败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近日表示 将投资2.5亿美元与中国最大住宅房地产开发商万科成立合资公司 参与中国房地产市场投资 基金经理称 这是该基金自2008年以来首次实质性的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 从山东青道开始 合资企业将致力于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住宅房地产开发 管理着超过1796亿美元资金的加拿大养老基金 将在未来18个月内向该合资企业投资2.5亿美元 同时该基金还保留了在此期间继续增资的权利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一起来收看一组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到访法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总统府举行了会谈后 又出席签约仪式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共50项商贸协议涉及经贸、核能、航空、航天、工业、汽车、能源、金融、农业 可时需发展、科技、质检等多个领域 总值达180亿欧元 有数据统计 内地三公消费中 公车经费占六成以上 多年来内地有多个省市 试水公车改革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阻力 深圳近日启动的公车改革 就扩大收缴公车范围 封存市值机关局级以下公务用车 并将进行公开拍卖 车改后 深圳市政府也会根据公务人员的现任职务 每月发放适度的交通补贴 而车改设计的司机也将通过退休转岗 自谋职业等方式安置 或予以经济补偿 在台湾 反服贸学生站立立法院第十天 宣布扩大抗争行动 将战线从立法院延伸到凯达格兰大道 暂时没有退偿机制 有学者认为 学生这样的策略运用波剧风险 并认为 立法院长王金平 有意提出解决僵局方案的动机 恐怕不单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还是让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回来为您带来更多财经和社区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好 欢迎您回来 财经消息方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来自纽约华尔基的特约记者庞哲 我们来看星期四美国华日股票市场走势圈化 美股在星期四走势又重现了在这个星期以来前两天的走势 早是开盘出现小幅反复 随后全天就是震荡落实的走势 三大指出现在关注的应该是美国的经济状况 虽然心思公布的美国的经济数据 基本上是温和好好参半 但是市场人士认为这些数据没有办法使市场在进一步有力追高 所以投资人才是观望其分的往后 那么再来看看是各行业类股当中的是金融类股 科技类股和一些消费型类股受到投资人的重力抛压 金融类股当中的各股花节集团跌幅最深 跌出了2012年最大的单日跌幅 主要是他们在星期三美国联储局拒绝了他们回馈投资人 提升红利分成回购普通股票的这样一个提议 主要是因为该公司的一级优势资产还不够格 所以希望再进一步进行整合 因此才受到投资人的一个抛压 那另外在星期四传来最新的消息是 新年以来的IPO原始股上市纳斯达克可以说还算是领先 截止到目前纳斯达克已经有74家公司挂牌 其中原始股上市高达45家 是美国各个证件交易所当中是个数最多的一家 但是这些消息也没有提振市场的一个气势 这两天上市的原始股走势也都是平常 所以市场现在还是关注的 接下来是经济的状况和接下来以后 全球的政局以及经济方面总体的走势 以上是新一次情况放红视旁者 纽约报道 好 接下来一起来收看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好 接下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收看一组社区消息 日前由崇岳能源公司联合美国 Solar City公司以及Lancaster市建造的首座太阳能电厂 也已竣工 位于该市的第二个太阳能发电厂开发计划 又将上路 随着人们现代生活和企业发展的需求 传统的火力发电厂所产生的电力 已远远供不应求 从上世纪起人们已经积极地在寻找各种替代能源 例如水力 风力 海浪等 由于受自然影响不见人意 核动力发电虽好 但核辐射以及废弃燃料又有环境污染自由 围夺太阳能取之不尽 用之不及 因此人们选择太阳能发电是一个不错的决策 最新的太阳能发电厂不会产生污染环境问题 产生足够的清洁可再生能源 免延供应 数以百计家庭和企业使用 社会单位很自豪地表示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华治重建能源和兰卡莱斯特市政府 又签署了第二个太阳能发电开发协议 预计两个电厂将带来约6兆瓦的清洁能源 成为洛杉矶线最大的太阳能发电计划 也为华治在美国太阳能发电产业 梳理新的里程碑 富旺卫视网民 洛杉矶报道 台湾观光局日前在洛杉矶举行记者会 宣布将会于4月6号 在休斯顿NBA火箭队的主场 丰田中心举办台湾之夜的活动 为半号这场活动 台湾观光局特意邀请洛杉矶台湾会馆 和STC升天联合基金会主称 电影三开子梦幻舞团 据主旁观介绍 参加台湾之夜联欢活动的六阵太子 将由洛杉矶陈岳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欲望休斯顿和当地的两阵太子会合 化身八仙过海 一同降临NBA火箭队球场 届次将于摇滚吧台湾 为赛签主曲把台湾庙会的欢庆气氛 带给休斯顿球迷 通过演出把东方文化展现给美国的观众 观光产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 无缘冲的工业 那么当然也是就是说把台湾的这些 各方面的好的一面介绍给大家 台湾观光局利用球迷对球队的相信力 进行运动行销已经是驾情救赎了 过去我们跟到齐队的合作 的确是受到相当良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也移到火箭队去 来复制这套成功的模式 林主任还表示 引以为伦的台湾小子林淑豪 加盟火箭队 让火箭队在NBSS中名利前茅 接受休斯顿NBA火箭队主场 举办台湾之夜联欢活动 一方面为林淑豪效力火箭队打气加油 另外一方面 让台湾旅游观光业在美南地区 像火箭一样支撑云霄 方文卫斯网民 罗杨基报导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3月27号 凤凰每周新闻的全部内容了 在T区报和广告之后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今天的天天话题 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邓红律师 千万不要错过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凤凰每周新闻友 齐心同创 富足未来 富国银行 地图表 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让State Farm和奥车曼保护你 向更好迈进 世界品味 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 感谢观看